大家好,欢迎收看由自学区录制的C元视频教程 我是讲师刘云飞 然后这是我的联系方式,这是群 这是我们推荐的一个教程配套书籍 那么有需要的可以去论坛下载 我们可以打开看一下 那么就是这本,在C软件开发,然后CC加加板块下面 有这本一本书,那么大家找一下 然后点这个就可以下载下来 那么我们这节课呢,主要是第五课 讲解一个C元的数据类型 那么在C元呢,它程序呢,肯定需要用到一些数据 那么这些数据在计算机中怎么存储 那么本节课就是这个重点 首先我们了解一下计算机中 为字节和字这么三个概念 那么为字节和字呢,适用于描述计算机数据单位 或者说是计算机的存储单位 字节通常是 通常的一个是一个常用的计算机 存储单位 就是常用的一般都是用字节 比如说我们有时候说内存卡多少个 多少兆之类的 其实它最基本的一个就是字节 然后一个字节等于八个位 那么这个位的概念 等一下我们会在后面的一个 等一下跟大家讲解一下是什么回事 然后字,这个字呢,它就有点特别 它是根据机器的不同 所占的位数也不同 就不同的机器上,不同的位数的机器 现在有32位,64位这样的 那么在不同的一个平台上 它所占的位数呢,也不同 好,那么计算机中呢 其实它有最基本的 最小的一个单位 它就是位 那么位就是相当于说 可以理解为电位 相当于有电和没电 通电和不通电的意思 就是相当于我们的数的二进制 零和一 那么就是一个位 一个位只有两种变化 零和一 对应着电学中的一个通电和 不断开不通电就这样 然后由每一个位构成 由八个位呢 一共八个位构成了一个字节 那么八个位来表示一个字节 这是规定 它没有什么道理可讲 那么就是一个规定 八个位表示一个字节 那么大 所以说我们八个字 一个字节就等于八个位 就是这么来 它在计算机中 最基本就是常用的最小单位 它就是用字节 然后因为位的话就是一个二进制位 它并表示东西不多 那么八个连起来就表示多一点 就作为一个最基本的一个存储单位来用了 可以把它理解为一个一个格子 那么用来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第五个 那么这些都是 每一个格子都是一个位 然后用来保存一个字节 好 那么本节课要学的东西呢 有点多 那么 更详细的内容呢 可以阅读这个 这本书的第五版的第三章 然后 我们主要挑一些 比较 简练一点的 挑一些比较重要的东西来讲 本节课的关键字 有这么一些 int short long x 还有这些等等 大家都可以自己去记一下 这几个单词并不难 还有运算符这些都记一下 还有这个函数也记一下 那么等一下我们会跟大家讲 每一个关键词 关键字的意思 以及如何使用 还有我们还要了解 整数类型和浮点数类型的一个区别 如何竖写长量和生命变量 长量和变量 那么还有就是 如何 如何使用这个 两个函数呢 进行一个读写各种类型的数据的一个值 就是读取各种类型的变量的值 那么大家都可以去看一下这本书 第三章详细的看一下 那么再结合本次本节课程呢 就会了解的更深 那么这个就我们先来看程序中看如何去定义 那么以及如何去使用 那么我们来新建一个程序 我们同样用这个 把这些都删了 我们同样用这个 那么这些基础的东西 就是这个基本的一个程序的框架的意思 不变的东西 那我就就这样保持这样 那么我们来看 这些数据类型都有什么作用 以及如何定义呢 那么一个数据类型 根据我们首先来讲一个整形的数据类型 整形 整形就是int 那么int 这个数据类型 比如说我们要定义一个变量 是用来存放我们的一个整数的 那么我们就可以定义一个整形的数 那么整形就可以用int 这个就是一个整形 整形 那么我们要定义一个变量 我们就要给它一个名称 一个变量的名称 比如说我们定义一个i 变量名称 那么这个变量命名呢 命名规范呢 有很多有一些讲究 首先第一点 我们的 第一点就是不能用数字开头 只能以下滑线或者说字母开头 不能用下滑线开头 然后我们的这个还有就是不能以存数字作为一个变量名 我们只能以这个字母或者说一些字母 比如说 比如说字学7 这样来作为一个变量名也可以 还有比如说拼音 比如说整数 这样也是可以 那么就是不能说前面用数字这样就不行 这样来作为一个变量名就不行 或者说你单单单用一个数字作为变量就不行 那么所以只能一些这些规范就大家记住一下 比如我们定义一个i这个整形 这个i用来存一个数 这样我们就已经定义好了一个变量 一个整形的变量 那么这个类型呢 就是规定了这个这个变量是什么类型 只能用来存什么类型的数 这就是这个类型的一个作用 然后比如说我们定义其他的也是以此类推 比如像我们其他的这个 这个浪行 short行 xflot double 这个都是可以 比如说我们这 再定义一个 再定义一个 浪行 定义一个 接 不能和这边的变量名不能重复 重复的话就会 重复定义就会出错 然后浪行 这边还有 首先说这几个 这几个 这个这个不是类型 只有前面的几个才是数据类型 这个是一个关键字它是五符号五符号它可以修饰前面的一些数据 好浪行 那么现在比如说 恰心 这样定义几个类型 还有 double 行 ndb 就会说这个是变量名是随便 然后 f 浮点型 好吧 就这样 就用英文单 那个拼音的手写字母 那么我们来定义这么几个 还有short 比如说我们这样定义那些 那么我们这样定义的变量 我们可以这样编译一下看 我们这样这样GCC加上我们的自学7点C 然后 哦 我们输出成自学7点EXE 好编译没有任何问题 就我们这定义是没有问题 那么我们定义好了就这样 有什么用呢 我们没有去存东西 它就没有什么作用 这样定义之后 我们定义变量主要是用来存放数据 那么我们如何把数据放到其中去呢 那么这里就讲几种方法 那么首先第一种 我们直接给它复制 比如说复制一个0 整形的 它要给它复制一个整数 整形整数 那么对应的是整数 我们给它复一个 这样I就变 I里面就有了一个0 那么当语句程序开始运行 第一句第二句这样执行下来 当我们执行到这一句的时候 它就会把这个I里面的值呢 变为0 就是把这个值传给这个I 同样的下面也是一样 比如说给它一个2 也是一样 这边给它个10 那么特别一点的就是什么呢 就这个char型 这个char型呢 你可以给它一个两个单引号 包含一个字符 记住 单引号是包含字符的 比如给它个字符1 那么这个字符1呢 和数字1就不同 和数字 比如说给它个0 这个字符0和数字0就不一样 那么我们呢 以后会给大家细节一下 它有什么区别 那么字符和数字是不同的 还有比如说给它double 就给它一个5.5 这个它个5.5 或者说6 15.5吧 那么这样你就给它复制了 那么这就是对 变量进行一个复制操作 各种类型的变量 就得一个复制 那么特殊一点的 就是我们的char 这个类型 它是一个字符型 那么字符型的话 它的一个区别 字符型 那么大家一定要去看一下 那本书的第三章 那么第三章呢 有非常详细的讲解 然后这是复制 那比如说如果说我想定义一个inter 我还想定一个inter怎么办 inter比如说定一个接 或者说k 接下面有了 那么我这样的话 这样的话可能会觉得麻烦 比如我就这样多定义了几个 就是说我这样两行呢 可能就看起来麻烦 那么我可不可以定义成一行呢 比如我这样 比如说k 我这样用逗号隔开就可以 那么用逗号隔开就定义了两个 用逗号隔开 这样就定义了 同时定义了两个和刚才我们的两行 这样inter k 效果是一模一样的 那么 所以说我们这 如果定义两个 或者两个以上相同类型的变量 我们可以用逗号隔开来定义 那么像这样的写法 比如说像这样 一个对它没有复制 后面一个复制 那么这些反而是不推荐 为什么呢 就说不推荐 以这种方式 我们最好说是这样 都不复制 要么是都复制 那么都复制 这样才行 因为如果说像这样的话 你一看一黄眼 可能会认为说 误以为说k也被这个复制为0了 那么就是说看起来就像k和g都被复制为0 那么这种就会让读 读程序的人有一种误解 所以说要么你都复制 要么你都不复制 那么这就是要注意的一点东西 还有就是什么呢 我们还有就是这第一种方式 在定义的时候复制 我们也可以再这样 我们也可以这样 比如说前面我们定义的k 那么等于10 记住每一句后面都要有一个分号 这分号是英文状态下的 这一点不能忘 这样第二种 这第二种定义方式 第一种 定义的同时 同时复制 这叫初始化 定义的同时进行一个初始化复制 第二种呢是运行过程中 复制 运行的过程中进行个复制 直接给它k变量名 然后这个等号 等号在ce元中是复制符号 那么就是把这个后面的值呢 传给左边的一个变量 那么这就是第二种 那么还有一种第三种 第三种呢就是我们的这个 这个知识点 Scanf函数 Scanf函数它的一个使用 那么我们先不用 先来看一下Scanf函数使用 Scanf 那么这个函数有 有很多参数 那么第一个参数 就是可以有很多参数 那么第一个参数 是一个字符串 用摆放 用摆放号D 摆放号D这个东西呢 我们在 我们下一节课中 下下节 应该是下下节课中的 格式化输出里面呢 会给它 大家讲到这个 摆放号D 然后代表一个 D是代表整形 摆放号D是一个整形 代表的是整形 然后后面 用一个取指幅加K 这具体用法 输入的用法 我们在后面的加成中 后面的两三节课中 也会讲到 那么我们这就记住 它是这么一个用法 那么这个是地址 这是取地址 取地址 它把地址传给这个K 这个K的地址传给 传给我们的这个函数 然后它就可以把这个指输入到我们这个K里面来 像这样 那么就就可以了 那么这样就掉了这个Scanf函数 这个Scanf函数 它的作用就是等待用户从键盘输入一个数字给我们的K 那么我们可以输出这个K 那么我们可以输出这个K bunun**函数 都是用 means d 然后这直接输直接给k printf函数就不用我们的一个取缔指数了 只要给他这个变量的值 他就会直接替换掉前面这个我们可以运行看一下 我们编译先 然后刚才我们编一下然后我们再运行自学期 一个好回车 那么大家可以看到这有个光标在跳 那跳呢就是说明现在程序执行到这一句 他在这停着等我们 等我们去输入一个东西 输入一句话 输入一个字母 好我们输入一个520 回车 回车之后又显示出一个520 那么我们只输入一次520 他又显示一次520 那么就是这一句运行完 我们输入之后回车 他就执行下一句 那么就执行这句输出了一个520 那么这个520怎么来的呢 520就K中的一个值 我们可以在前面输出一次K 在这 在这的话输出的话 那么程序从上面由上之下执行的时候呢 在这在这输出的时候K其实是这个值 是10 那么就是说这这这会输出10 然后等到我们输入 那么我们可以回车 换行一下 这个斜杠N 我们在第一个程序详解的时候呢 跟大家讲过 这个斜杠N就代表回车 好我们这也回车一下 好我们再编译运行一下 好GCC 好编译 然后我们再自学7.exe 10你看首先输出一个10 那么运行到这输出了一个10 那么K是10 所以这就体现出变量可以动态修改 这输出了10 那么我们现在用scanf函数对它进行一个修改 比如说我们再输出520 好他又输出一次520 好那么这就是说我们修改之后再输出 它又变成520 那么这就是scanf函数对这个的一个修改 scanf函数最重要的一点呢 就是说记住我们的这个取缔指幅 是shift键加上我们的上面那一排键的7 这个输出的这个取缔指幅 我给大家大一点 这样看就清楚一点了 那这是取缔指幅 那么这是百分之第一一个 它输出的是这个 那么我们如果说我们想输出 我们想输出一下我们的double这个 这个和这个呢都是能表示小数 都是能表示小数 区别呢就是说double这个呢更精确一点 就是说小数点后面能保留的位数呢更多一点 float这个呢就要少一点 就是更加没有这个精确 好比如说我们要输出我们的这个 比如说我们输出db就是这个5.5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会不会输出5.5 然后这儿我们先就不用管它 就管先输出来 这个就先不用管它输入了 好我们先编译 好然后自学7.exe 好它现在输出了一个0 我们这个db明明是5.5 为什么它会输出一个0呢 这是为什么呢 这是因为我们这个是 这个是小数类型的一个变量 小数类型的我们用整形的整数的方式输出 它当然是显示不正确 那么输出小数的方式呢 我们是用什么呢 是用f用f的方式 好用f我们看一下 这次我们Ctrl-C Ctrl-C结束掉 然后我们再运行 再进行编译 编译 然后再运行自学7.exe 好运行 现在输出了5.5000 那么这后面的0000 这是什么东西呢 就是说5.00 它后面默认了这么多位 那么我们可以把它去掉 比如说我们只想留一位小数 那么就可以说点1就可以了 加个点1就行了 那么在Ctrl-C 然后编译 然后自学7.exe 现在就是5.5了 那么就这个东西 那么这个东西呢 叫格式化字 格式化输出 那么在我们的后面下节的 在下一节呢 我们就会讲格式化输出 那就会详细讲解这些东西 那么这节课中提一下 那么 然后我们的一个使用 那么这就是简单的一个整形的使用 那么还有个字符的使用 Ctrl型的使用呢 我们看一下 这也是用 我们看一下 先试一下D 编译 我们把这后面两句去掉 后面都是复制 和这前面的等号操作是差不多的 我们就不用去试用Scanf复制了 来编译 好 然后执行自学7 好 输出48 这是什么回事 我们这字符明明是0 为什么它会输出的48呢 它以整数输出呢 其实我们字符 在计算机中 我们都知道 计算机中所有的数据都是二进制的 只有0和1两个东西 那么 我们字符 在计算机中呢 它的保存方式和我们的整形 就是作为整形来保存的 所以说我们这个 chart它是输出之后是一个48 这个48是怎么来的 我们可以看一下 它其实是我们的一个字符的一个编码 我们计算机中呢 有一种有一个标准的编码叫ask码 我们可以从论坛的 这搜一下 ask asc 那么就可以了 ask 那么这有个ask码对照表 对照表中就是每一个字符 看这 这是字符 这是十进制 这是八进制 十六进制 那么这些东西我们后面可能跟大家如果不懂的话 就提一下 我们就讲一下 那么这字符 我们字符 我们给它是字符0 我们这代码中给它是单引起来的字符0 我们可以看一下字符 字符0 这是字符0 字符0对应的十进制 你看这边 这是十进制 十进制对应的就是这个48 那么这就是这个意思 48 可以看一下 那么我们数出来就是48 那么对应的就是字符0 所以这就是那个 那么我们既然说 这个数它是用整形来存 那么我们可不可以直接给它个48呢 比如说直接给它48 这样也是可以的 这样呢也是 表示说你是给它第48 那么里面存成48 那么就是 它显示就是48 那么我们如何才能够输出这个字符呢 以字符的形式输出 而不是以数字的形式输出呢 那么我们这就修改这个百发D了 百发D改成什么呢 改成我们的百发C 看这个对应的C就是XC 对应的这个百发C 它就会 用这个字符的方式来输出 我们可以试一下 好 好 它就输出了一个0 我们这换成一个A 换成一个字符A 看一下 再编译一下 它就输出A 那么这就是这么神奇 那么百发C就是表示字符的形式输出 那么我们可不可以直接给它一个字符的编码呢 给它编码它会不会输出对应的字符呢 比如像我们这里 我们这里 比如说我们像这个 这个信号 比如这个信号 信号它对你的实际值呢 是42 那么我们直接传个42给它 它会不会就输出信号呢 那么我们试一下 我们给它个42 因为在计算机中是以整形的方式来 实质性就是整形的一个数字来存的 它存的是个数字 那么我们42 理论上我们用字符的形式输出呢 它是输出的应该是我们的信号 看一下 它果然输出了我们的一个信号 那么这就是说更一次说明了我们的字符型在内存中呢 是乘一个数字是一个数字的形式整数的形式存在的 那么我们拐上百发D 它就输出我们42 那么就是这个原理 那么在计算机中 这个就是一个数据的一个处理 那么还有达布 符了符了他用法和达布一样 刚才没演示过了 就不演示了 那么浪型 浪型呢它是什么类型呢 浪型它其实是一个整形的一个 比整形表示的数更大 因为整形能表只有16位 对吧 整形用两个字节表示16位 标准中它是16个位来表示一个整形 那么位数已经限定了 那么它能表示的数字呢就已经限定了 就是说数字的范围已经限制了 所以说就不行 所以想表示更大的数就需要用浪 那么这边大家可以去看那本书上 它有一个介绍 还有五符号 我们五符号这个概念 我们这说五符号这个概念 它是表示说没有符 不用因为我们数据 它有一个负的和正的 那么我们五符号呢 就是强制说这个 强制的表示这个变量只能表示正数 就全部表示正数 没有负数 那么就这个概念 比如说我们这 我们给它个k传个负数 我们给它个k传个负数 我们这输出一下我们的k 看一下它是个什么值 我们现在已经变成五符号了 你看它输出的是一个10 那么就是说说明什么 就是说它已经是做五符号处理 如果说我们不用这个输出k呢 它就是一个-5了 可以可以在这已经给它复制了 重新编译 现在是-5 那么我们给它加上这个 你赛你的海师傅 那么这个我们就先不用管它 我们下节课我去查一下资料 给大家这节课已经有半个小时 那么我们再看一下其他知识 这个长量和变量我们在下节课中跟大家讲 好那么我们这节课就讲到这里吧 因为这节课有点长 好那么如果说我们本节课的课后作业呢 就是记住这几个关键字并且理解它们的含义 熟练定义各种不同类型的变量 就是知道如何定义各种不同的那个变量 而一些练习使用这个Prent凡数和Scan凡数 那么这个大家可以参考我们的那本书上的一个第三章 好那么谢谢大家的观看 如果有什么疑问的话可以到论坛去提出来 好那么我们这节课就讲到这里